勇敢于消防同仁救灾的辛劳 尤其是在崎区地形中深入灾区到前线救灾的不易 新北市议员陈明毅 积极争取购置一台四轮船动灾情勘察车 并且在新北市消防局特搜大队德英分队举行了启用典礼 希望救灾人员有了这台新式的车辆 能快速且平安抵达现场执行救灾的人物 南城即使一道由新北市议员陈明毅 亲自启动这台四轮船动灾情勘察车的简单仪式之后 象征新北市消防局特搜大队德英分队经销同仁 日后支援各种灾害时的救援任务正式展开 在德英地区资源这附近又多山 再加上有一些重大的交通事故 我们距离交道又近 那四轮船动也更安全 那因为有这样的勤务上的需求 那我也很乐意将我们的配额款来购置 这样一部很实用的四轮船动的皮卡 那这样的车子呢除了载人载货之外 最重要是它的性能让我们上山 甚至于最近有一些溪流 宣导或是救难的情形之下 会更安全更有效率 消防局感谢沉迷的争取 并表示无辜特殊地形加上上去状况坡度比较陡 如有民众发生生难等事件 收救相对不易 因此有了这台四轮船动车 将大幅提升消防特搜队的救灾效率 非常感谢陈明医员给我们争取这样的车子 让我们在整个救灾的行动 跟救灾的作为上面 有一个好的工具 那我们讲说公寓善其事 必须利其忌 那有了好的器具以后 相信在我们的整体的战力 都会有相当的提升 我们也希望这部车带来大家的平安 让我们出行大家都能够平安 那也希望我们新北市民都能够平安 消防队出行的情务越少越好 有感于消防同仁救灾辛劳 尤其在崎区的地形中 深入灾区道前线救灾 陈明医积极争取固执车辆 好让救灾人员能快速且平安地 抵达现场执行救灾任务 消防局说这台新式救援站立车的加入 将有助于特首大队 持续守护市民生命安全的最佳工具 随后消防局还制证可爱的消防宝宝 及感谢赚给陈明医表达最诚挚的感谢之意 记者黄又贤无辜报道